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要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 主题是一条又新又火的路 本章继续前一章讲论到耶稣基督那超越的身份和工作 作者讲述了耶稣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超越世上的祭司 他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 成全了救恩 作者对那些面对艰难的环境 而心智不坚定的犹太信徒说 因着耶稣基督献上了永远的赎罪祭 所以我们都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侍奉 不必回到犹太教 透过祭司礼仪来献祭了 接着作者做了一个成先起后的论述 然后接着在本章的最后是希伯来书中五个警戒中的第四个警告和劝勉 本书可分为三个段落 第一 新旧约献祭的比较 一到十八节 其中有三个重点 第一 旧约所献的祭物 不能叫人得以完全 基督以他自己为祭物 就叫信靠他的人得以成圣 一到十节 第二 新旧约祭物的功效对比 十一到十四节 第三 圣灵为新约祭物的完全做见证 十五到第十八节 第二段 基督为大祭司 治理神的家 十九到二十五节 其中有两个重点 第一 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火的路 十九到二十一节 第二 我们就当来到神面前 过正常的神家生活 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 不可停止聚会 二十二到二十五节 第三段 我们应当竭力坚守所得赎罪的记 二十六到三十九节 其中有三个重点 第一 若故意犯罪 乃是践踏神的儿子 将他的血当作平常 二十六到三十一节 第二 要为自己所得的更美长存的家业 甘心忍受苦难 三十二到三十六节 第三 我们不是退后进入沉沦的人 乃是有信心 以至灵魂得救的人 三十七到三十九节 我们来思想几件事 第一 就是关于一次献上 永远献上 在一到十八节 讲到了因着耶稣基督 一次的献上 我们就可以成圣 在以前旧约的时代 祭司不断以流洋献祭 而这一切敬拜 都只是新约的影儿 当振兴的时候到了 耶稣基督为我们一次献上 就成了永远的赎罪祭 大祭司基督所献的一次的祭 是完全的赎罪祭 除去了我们的罪 功效是完全的 因此就不再为罪献祭了 祂的献祭使新约得以成全 从此开始了新约的时代 在这一段经文中 多次提到了一次 像是第十节的 只一次献上祂的身体 第十二节的 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第十四节的 因为祂一次献祭 这些都指明了 我们因耶稣基督一次的献上 生命就得以完全 完全是希伯来书中 除了基督的超越性之外的 另一个重点 在各章中多次的出现 完全的意思就是 人因耶稣基督一次献上 心里不再有良心的亏欠 完全 原文意思是成熟 是完整无缺的意思 只与神的关系 达到完全的地步 也就是因着基督的一次献上 进入并享受先知耶利弥所预言的那种 与神永远的关系 因罪得赦免 良心得洁净 而得以亲近和侍奉神 我们既然是因耶稣基督的宝血 得以完全 因此我们的生命 可以进入永远的国度里 这不是靠着流氧祭物的献祭 可以达到的果效 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 世人都放了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 但今天我们因耶稣基督可以完全 魔鬼仇敌不能控告我们 所以我们不要自卑 也不要惊夸 只要靠着主 我们就能得以完全 我们要警醒在这个完全上 不要以为自己好到可以做许多的事 特别是在我们的侍奉 我们不要以行为导向 判断我们侍奉的好坏 也不要彼此比较 我们人是何等的软弱 没侍奉时会说不被牧师看中 但侍奉来的时候 又满是担心害怕 怕做不来做不好 这就是一个侍奉的迷思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能够完全 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 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众能使 我们的生命就得以完全 得以成圣 我们的侍奉都是彼此搭配 靠着圣灵成为活使 被建造成为灵工 彰显神的荣耀 因着基督为我们使 我们就可以永远的完全了 不再自卑 也不再骄傲 更不再自以为是 我们就不再害怕魔鬼的控告 可以自由地 坦然地站立在主面前来侍奉 哈利路亚 第二就是有关于一条 又新又活的道路 我们来看十九二十节的经文 弟兄们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是借着祂给我们开了一条 又新又活的路 从慢子经过 这慢子就是祂的身体 心 指这条路是以前没有的 而不是说以前有一条旧路 活 指这条路是有功效的路 能实在地把人领到神那里 正如在前面第四章十二节说的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慢子 指会目里分隔圣所和至圣所的慢子 挡住进入至圣所的路 表征神的荣耀和公义 主觉了有罪之人的情境 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 殿里的慢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代表基督的身体为我们列开 从此为我们开了一条 又新又活的路 使我们可以借着它进入至圣所 亲近神 这条又新又活的路 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就可以进入慢泪 来到施恩座前 第二十六节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 若故意犯罪 赎罪的计就再没有了 真道指新约有关信仰的真理之事 故意是强调其行为的背后有动机存在 犯罪是指习惯性的持续性的犯罪 当人故意犯罪 耶稣基督的救赎就与这人无关 意思是说我们会从最终不断成长 这犯罪的心会越来越干硬 最后你甚至不再以为这样做是犯罪得罪神 最终的结果就是这本以蒙救赎的人 救恩就再与他无份了 也就是说旧约的祭物 如今已经被耶稣基督这唯一的祭物取代了 但若是新约的信徒弃绝基督为祭物 就再没有别的祭物可以用来赎罪了 在COVID-19疫情这段时间 我们要更多的来到神面前 求神保守我们的心和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 彼此相顾激励 一起走在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上 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日子中 不只要纪念神的恩典 我们更要勇敢地在真道上奔走不偏离 在困难的日子中 生活中的征战是必会有的 所以我们要勇敢起来 行这条又新又活的路 我们不要停止聚会 免得我们退后若当为仇敌所胜 求主帮助我们愿意在教会中 和在小组里受造就 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主耶稣为我们献上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 来蒙连续得恩惠 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请圣灵来帮助我们 保守我们的心 让我们在困难的环境中 不害怕不上当 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 坚守我们所相信的 盼望在天上那更美的家乡 也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使我们心中有能力 有力量 不论我们身处在哪里 都能做你美好荣耀的见证 让我们身边的人都能归荣耀于你 哈利路亚 谢谢你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如此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字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